一辆黑色轿车违规临庭路边红线 警方上前查看准备开单 这时女车主从对象走出来 原来临庭红线的就是台北市议员徐晓星 没想到事后却有网友po文指称 某议员说他问过警察局 po文还写到议员对他说 人在旁边的围庭应该都要先劝道吧 没关系你要开就开 反正我们回去再讲 po文网友表示 所以我就没开单了 让他走了 反正之前有开过的经验 有开等于没开 他就开始拒绝他说他不要 我就说不行不行 这个你一定要开 我就先开吧 拜托你可以开单 这样子我们才不会那么为难 石晓星表示会对网络PTT造谣的发文者提告 这时爆料网友才有po文置信 说抱歉因为情绪发言与查证不实 深感后悔 还说请议员给出出社会的我一个机会 广法外开恩恳请原谅 徐医员全程确实没有要求同仁被开单 部分核分局也在调查中 然后调查完毕 就会有这份的用选 尽管议员为停在先 但处理员仅坚持不开单 最后还有有人在网络造谣 恐怕造谣者也得先收到传票 却台北综合报导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